YK 需要的 會arness 待掃 待掃 國際 搜 siento Щ Estados 就不錯欸 帥了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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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池的話 主要的電池 那只要這一個電池 但是它現在這邊的話 它都有 加速的話 這個就很大很適合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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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他會跟我想說可以 這個半年就可以了 多好 總有多有 沒有 沒有 有興趣我們下次來騎換 這次是騎換的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把它放到車上 這樣就可以載我了 有興趣 allez 你按什麼 你還要 亞洲球員會比較會坐在一起嗎 現在黑田不住 會啊 幾乎我們出去就會盡量坐在一起 因為他們其實說不清楚你是哪裡來的 對啊 所以亞洲球員都開在一起 再說一次是晨曦啊 啥東西 我沒砸過啦 欸我有耶 我有砸過 我在新莊砸過 我把這種砸壞過 怎麼認為 我會把手套丟出來 對對對對你還記得 我還踢出來啊 然後大家不敢拉我 心拉的時候拉我就沒事了 因為有事的是別人 今天要講什麼 我們講一下關於休息室好 休息室喔 休息室就是休息的地方嘛 但我自己的習慣會比較早來 因為我要準備的東西會比較多 我會做熱身伸展 然後可能冰敷熱敷這些東西 但每個人不一定 所以每個人來秋場的時間不一定 那其實在國內我們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因為我們幾乎都是住在宿舍或球隊安排的飯店 所以我們會有巴士 那你要提早來的話你就要開車 跟國外不太一樣 那休息室一般就是 找來的人 提早來的人 他可以先選位置嘛 那我們主客場的分配方式也不太一樣 除非你是在主場 你的位置會比較固定 那如果你來到客場的話就是 除了教練室 總教練室以外 其他的位置就是 你會自己挑啦 可能上次在這邊做 這個位置表現比較好 或者是你比較習慣躲在角落 像我的話我都會一個人用一排的位置 也沒有人敢坐我旁邊 這是開玩笑的 我都坐在泥夫的旁邊 我都會習慣坐在角落啦 或者是離房子比較近的地方 這樣我在要做治療的時候 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那之前在國外我們就沒得選嘛 所以在國外的話就會比較是 到之前就會先把你的 你的那個櫃子 會先選好你的位置 然後會放你的名牌啊 然後把你的東西都放進去 那如果在小聯盟的話就是一樣 誰先到的話就是誰先 誰先拿拿櫃子 最大的差別會在於說 我們之前在小聯盟的時候 因為上上下下的人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位置是不太 不太能選啦 那在大聯盟的話又更簡單一點 大聯盟就是他們會幫你 把所有的衣服什麼的都掛好 那你去就很輕鬆 一般都會選對自己運氣比較好的 你都大概提早多久到球場 我都蠻早到的耶 我都會習慣 晚上七年比賽我會大概 中午左右就到 我會習慣買 午餐然後來球場吃 然後自己沉思一下 慢慢做準備 所以基本上 我來球場的時間 比較早啦 但很少人像我怎麼早 球隊練習的時間大概是 三點到四點左右 如果你是主場的話 課場的話會再晚一點點 一般還是說兩點多 開始陸續會到 提早到然後做好我自己要做的 東西準備比賽 但是那就是因為我受很多痴傷 所以我準備的東西會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我自己會 喜歡在角落啦 因為我喜歡在角落的話 我會比較放鬆一點點 有些人喜歡熱鬆 他就坐在門口 我們在上一次來這邊的時候 坐這邊然後丟的不好 那你下次來你就會想要換位置 如果丟的不錯你就會 繼續留在那個位置 那你現在到底對旁邊做做什麼 我換蠻多人的耶 Kenny Jensen 我上去那時候他還是新秀 普拉多旁邊也沒有特定的人 我們春訓的時候比較特別啦 春訓的時候他會去就幫你安排好 之前都在同一隊 他會盡量幫你排在同一排 然後或者是 頭手他會排同一排 野手排同一排 部手排同一排 這樣我們在討論一些戰術 或計畫的時候 會比較簡單之前 假如球員會比較 會坐在一起嗎 現在黑田會不會 會啊幾乎啊 我們出去就會盡量坐在一起啊 當然 黑田博樹跟我也不是用 我們的母語溝通嘛 所以我們也是用英文啊 你現在是問你想問的是不是 還有啊 還有什麼 問啊 我不一定回答啊 普戰號也是 普戰號很久了啦 普戰號之前我們坐在那邊的時候他 對啊他也是我們旁邊附近啊 因為國外是跟那個 他們有個休息室的工作人員嘛 他們會盡量把你擺在一起嘛 因為他們其實分不清楚你是哪裡來的 對啊 所以亞洲人會排在一起 在休息室是不是生氣啊 砸東西 我沒砸過啦 欸我有耶我有砸過 我在新莊砸過 我把這種砸壞過 我不是認為是一個好球嗎 所以 怎麼認為 這是一個好球 我還把 我還把手套丟出來 對對對 你還記得 我還踢出來啊 然後大家不敢拉我 心拉的時候拉我就沒事了 因為有事的是別人 等一下注意看手套 對啊我把手套踢出來了 你都踢出來了 對你給人家看會有一個手套飛出來 有沒有 有看到 有看到 躺過去你到底要怎麼 走到教練上來 我衝過去了啊 你到最後一次你會有什麼 特別的儀式 儀式喔 儀式感啊 我會跪著然後爬進來啊 還有什麼儀式感 我是沒有啊 對啊我心服也沒什麼用 你們看開那麼多次刀 努力最重要 好不好 那帶領我們 客隊跟主隊的 確率是看 看球隊啊 客場一定是比 主場來得 來得簡單一點點 很電視啊 或一些 可以玩樂的地方 但每個校園不一樣 對 那到齊休息室 有特別的地方嗎 我們比較小 我那時候打個拜比較小 也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幾乎就是 小小的休息室而已 同意的人 同意不錯啊 同意的就在 就在看台下面嘛 對啊 所以拉拉隊在 跳舞的時候我們會往上看 富邦呢 富邦的大啊 富邦的 改建後的新的很漂亮啊 然後裡面的沙發也大 富邦的很漂亮 其實對我來講 休息室不重要啦 重要的是 可以每天去球場準備好 對不對 那宿球的時候 休息是不是很重要 休息的時候 會喔 有時候我們如果連敗的時候 進來大家會比較 比較沈默一點點 在國外的話 我們如果贏球 幾乎休息室都會放音樂 放很大聲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連勝的話 那首歌就會是很固定的 但輸球就完全沒音樂 大家進來就收一收 然後可能有時候會開會啊 講檢討今天 是不是哪裡 做得不好啊 休息室其實的氛圍是很好的 我們在休息室幾乎都是像家一樣 你看我們一年在休息室的時間有多少 比陪伴家人的時間還多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我們有自己的主場 像富邦就很舒服嘛 對 那有沙發有什麼 然後你可以把自己 一些東西放在球場 我覺得就有家的感覺 其實就是要難冷的地方啊 所以我們其實在休息室 我們都裸底啊 但在台灣比較不行 因為台灣會有一些女生房屋 所以我們基本上還是要 給予大家尊重 對啊 不然走來走去拖地也不好看 褲子啊 這樣可以嗎 來給我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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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看到我這個防護儀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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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